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What's in my bag so let's check it out 那先跟大家介紹我的包包 這是Chanel 22的中號 那一季的東西就是很vintage感的感覺 然後這個包包是他們全新設計的 剛出的時候呢就是非常難購入 就問遍台灣都沒有 所以最後呢是在香港入手的 那我們看一下錢包一定要有的 但感覺不用多解釋 就是you have to bring your wallet out Case的口罩 自己很喜歡這個牌子 因為它的顏色選擇非常的多 配衣服或者是搭配任何風格都很棒 然後最近不知道為什麼以前不喜歡粉紅色 最近很喜歡這種桃紅色 所以這是我必備的 有了女兒就覺得好像每分每秒都想要記錄 她的成長過程 就是不想要錯過 可能我們兩三天就是她去了阿嬤家 就是沒有看到她 就已經覺得說她已經成長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就是覺得生活的好記錄 就是在一個簡單的camera上面 我覺得好像是我老公狂派 這一本書 Rebuilt這一本書 我覺得這個也是有個小故事 就是我在IG上呢 就是一個從來沒有認識過的朋友嗎 她就是突然DM我 就看到我很常分享信仰裡面的一些句子阿 心裡面好像就是有一個小感動 覺得她很想要送這一本書給我 那當我收到的時候呢 其實翻開它就是一些句子加故事 然後就覺得 欸就是看起來還蠻輕鬆的 字沒有很多 然後當我情緒低落的時候 好像一看到我就覺得 Oh such a energy boost 的感覺 下一個糖果 有時候呢 忙到一整天通常突然會忘記吃東西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可以吃個軟糖 讓自己心情比較好一點點 看到這個牌子就是一個信心的保證 一定好吃 推薦給大家 另外呢 這個也是我自己的小點 跟朋友聚餐的時候 特別在家裡 我會突然間吃飯吃到一半 我就會跑進去廁所刷牙 然後大家呢都會一直笑我 那我自己就是很重視口腔的乾淨性吧 所以我出門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刷牙的話呢 我一定會準備口腔的攀物 跟我的這個涼糖 就是保持我的口腔是乾淨清新的 OK 還有什麼 梳子 梳子也是蠻特別的 就是我一天呢不知道為什麼呢 也是會不定期的梳頭 我覺得這好像是我媽媽 從小到大告訴我的一件事情 就是頭皮一定要血液循環 那這一款呢我知道 看起來有點Vantage古老的樣子 但梳起來是有點痛的 因為它這個材質呢就是蠻硬的 但我就覺得欸刺激到頭皮自己就很喜歡 所以其實這把梳子跟著我 差不多我覺得有15年左右了 我覺得是蠻Vantage的一個 item在我的包包裡 因為我現在有帶那個妝髮啦 我覺得敬禮大家是梳頭皮啦 我現在就假裝一下給大家看 最後呢就是眼鏡跟化妝包 那眼鏡也是一樣 我覺得就是我們很常提倡呢 就是擦SPF來去保護我們 皮膚老化的這個狀況 那我覺得眼鏡也是 我覺得除了有型 當一個裝飾也好 但我覺得是很好保護我們眼部的一個 肌膚的周圍 因為其實眼部呢皮膚都比較薄一點點 需要更多的保護 所以眼鏡呢 You must have it 然後我化妝包裡面 非常多支 護唇膏很需要被滋潤我的嘴唇 下一個呢就是護手霜 那我自己個人的小tips呢就是 雖然它名為hand cream 但其實呢它就是cream 浮門的時候呢覺得哪裡乾乾 手肘膝蓋脖子 隨時呢都可以滋潤自己的身體 所以我就是覺得就是還蠻百搭 就是隨時都可以用的 所以hand cream 推薦大家一定要放在包包裡面 這個是我們NOMAL 兩週年推出的一個小小的零錢包 但我沒有讓它裝零錢包 我裡面呢就是裝一些比較私密的女性用品 因為我們很常出去可能就是都要收納 那我覺得剛好這個尺寸 其實女生一定會知道 完美尺寸 我好像最在意是底妝耶 皮膚的亮度還有透薄度 我覺得我是最在意這個部分 比較長時間就是坐在辦公室 其實都不太會想要化妝 那可能晚上突然要去約會 或是跟朋友有約的時候呢 那我就會帶concealer 就是遮瑕的重點遮瑕一些就是 小小微微的一些紅腫的一些地方 然後黑眼圈 這一支呢也是 它是lip oil 我也是喜歡滋潤型的 lip oil跟lipstick呢都可以上色 但就是自己比較喜歡就是油類的一些產品 然後一整天下來 因為就是可能都在外面 臉部的油份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個面油紙也一定要買 然後最後呢就是這個brush 就是也是讓自己有好氣色 Alright 這就是What's in my bag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